大家好 欢迎来到Highlight名人堂 在最后十场的魔鬼赛程开启前 太阳迎来了西区垫底对马次的福利局 但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 漫不经心的他们居然和对手僵持了几乎一整场 并最终在KD和Buker连续绝杀不中后输掉了比赛 要知道 马次头号核心弯斑Yama这一场因为脚踝伤势并未出战 但太阳仍然输了球 马次这边获胜的头号功臣毫无疑问是Jeremy Sohan 波兰人不仅狂侃26分18篮板的大号双十数据 还在中场前29.2秒 投入了一记可以被视作准绝杀的关键三分 而且 全场一次失误都没出现的他 也成为了NBA历史上单场26加18加零失误最年轻的球员 其实对于Sohan 球迷应该是爱很交加的 由于他的优缺点过于明显 所以马次球迷既可能对他某些时刻的天才举动拍手称快 也可能对另一些时刻的糟糕表现恨得咬牙切齿 本赛季迎来万般Yama后情况更是如此 从进攻端而论 斑马和Sohan的功能重叠情况比较严重 导致Sohan的表现相对乏善可陈 但偏偏在防守端二人却能做到全场覆盖 天才樱幕更常有精彩发挥 那么具体来说Sohan究竟在本赛季交出了怎样的攻防表现呢 作为万般Yama作为重要的队友之一 他未来又需要在哪些方面迎来爆发呢 今天让我们聊聊Sohan至于马次的重要意义 3月26日这场比赛的结果 或许是马次和太阳双方都没想到的 太阳和国王独行侠在西区6-8名缠斗不休 为了直通季后赛的席位杀得刺刀剑红 因此面对马次这种级别的对手 自然需要稳稳收获胜利 三巨头也是悉数出战没有留守 反观马次 为了争取更高的千位 在战绩上不被黄蜂反向反超 争胜的欲望显然不如太阳强烈 更何况外卖亚马还因伤而作闭上关 这支球队如果没有斑马会是什么水平 相信大家心里都有输了 但事实是 两队一整场都在你来我往交错领先 都曾领先到10分左右 但都会被对手追回 中场前51.8秒 布克尔快攻突篮下被犯规 两发全中后帮助太阳领先一分 斑马不在 看起来马次的回应球将由Vazell操刀 但他在太阳防守人包夹到位之前 果断传给了空位的Sohan 后者毫不犹豫张手命中三分 这期三分最终也成为了杀死比赛的三分 有趣的是 同样是外线核心在被包夹的情况下传球 同样是投射能力不强的球员命中关键球 这一刻的Sohan真的像极了阴木花道 其实本赛季对于Sohan的锤炼 很多人都看在眼里 赛季初 在玩伴Yama和Collins搭档内线的情况下 为了将Vazell和KJ同时塞进首发 Pop教练大手一挥 直接让Sohan打起了空位 一个打三四号位摇摆人的家伙 居然直接被推上了首发一号位 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结果我们也都知道 一直到球队正牌空位Trey Jones上首发之前 Sohan都在打空位 他在33场比赛内只交出 10.9分5.5篮板4.0助攻的数据 命中率低至43.7% 场均失误也多达2.1次 马次打出一波刷新队史记录的18连败 直接让球迷对他们这个赛季的成绩失去幻想 于是1月5日对公路一战 Pop调整阵容 Jones重新上首发 Sohan正式告别空位位置 显然 这次让Sohan打空位的尝试 是一次并不成功的实验 在那段时间 波兰人可以说是联盟 所有球队里最差的首发空位 他自己都在1月底接受采访时表示 不打空位之后 我连呼吸都变得更轻松了 事实也是 截至3月26日 不打空位的39场比赛 Sohan的场军得分篮板都有提升 赛场表现也和打空位时判若两人 Pop之所以在赛季出强行练Sohan的空位能力 其实还是希望他和安倍亚马更加适配 毕竟斑马的天赋瞎眼可见 注定将成为马刺下一代的领袖 球队的头号核心 所以马刺的其他人都需要和安倍亚马 有极强的化学反应 至少不能各打各的 但在个人打法上 Sohan和斑马的功能重叠情况却比较严重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进攻端 Sohan的进攻天赋很差 没有稳定的持球进攻能力 得分基本都是靠反击快下 或者抢到前场篮板后的二次进攻 于是篮下0至3英尺就成了他的甜点味 他生涯在这个区域的命中率足有66.0% 可一旦出了篮下 他的近框中距离长两分效率都惨不忍睹 本赛就在10至16英尺中距离的命中率 更是只有27.4% 归根结底 他的投射能力实在太差 生涯命中率仅44.4% 三分更是不满三成 比如挡拆之后 他甚至只能顺下而无法外弹 这就使他的进攻局限性太大 能给对手施加的威胁太小了 问题在于 在如今的马刺 篮下区域显然不能为Sohan所独有 万伴Yama目前的投射能力 仍然是看天吃饭 但他恐怖的身高B站决定了 他在篮下的终结效率注定将非常出色 事实也是 他本赛季在篮下0至3英尺的命中率 高达72.8% 在二人甜点味高度重叠的情况下 如果你是马刺管理层 会更倾向于斑马还是Sohan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 这也就是Sohan和斑马在进攻端 不太兼容的核心所在 因此 Sohan未来在进攻端最关键的目标就是 练出投射 最起码能把握住空位三分 一方面 他如果能扩大射程 增加外线进攻比重和效率 在个人进攻方面有稳定杀招 对方在防守时就更不敢随意包夹弯斑Yama 而漏掉有投射的Sohan 他和斑马也就能更加适配了 另一方面 Sohan目前的位置稍有些模糊 当今联盟已经有了更高的倾向 Sohan打三号位投射不足 打四号位时 203公分身高的静态天赋又有些吃亏 如果他能练出投射 那就完全能三四号位摇摆 甚至打小球阵容的五号位 堪称顶级万金油 但如果练不出投射 那就是不三不四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了 总而言之 练出投射 对于球队的战绩 以及Sohan个人拿大合同 都更加有益 值得注意的是 马自管理层已经在有益培养他的投射了 上赛季Sohan的三分命中率 还只有24.6% 堪称终极毛P 本赛季却升到了31.5% 最令人欣喜的 还不只是命中率数字的上升 而是Sohan的进步过程 从开赛初到12月2日打完啼壶 Sohan在19场比赛内 交出42.9%的三分命中率 场均三分出手数也足有2.2次 样板并不算小 进步非常惊人 然而这些三分仍存在问题 那就是出手速度偏慢 我们知道 Curry那一手历史第一的三分射数 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 出手速度同样是历史最快的 偏慢出手的三分 仍然不利于牵制对手的防守人 在高强度对局 很可能会成为隐患 最佳案例就是下面这个球 Sohan接球时本已是空位 但却因为出手太慢 而被从内线杀出的gaffer 完成封盖 于是 Sohan的三分出手姿势和手型 又要重新调整了 最直接的影响便是 从1月25日对雷霆 到3月8日对国王 Sohan交出21.3%的糟糕三分效率 转变一次 投篮手型都千难万难 又何况是变两次 由此可见 为了练出投射 Sohan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练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近期的三分有略微回暖的迹象 对太阳一战的准绝杀就是证明 要知道 三天内 马次和太阳连打了两场比赛 Sohan上一场三分四中零 这一场的前六几三分出手 也全都打铁了 但在关键时刻 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在三分线外连续石头不重的Sohan 居然还是敢出手 仅凭这一点就能说明 他在平时的训练中有多努力了 同时他敢于出手 就已经比某些人更强了 不过和进攻端相反 在防守端 Sohan和外班Yama可以说非常适配 这也是马次上下 以及球迷认可Sohan成为 未来核心球员之一的理由之一 总体来看 Sohan场均尝试防守投篮次数为14.9 防城次数为7.2 两项数据都在联盟前30左右 值得肯定 但在他的防守之下 对位人总体命中率只能下降0.1个百分点 这是因为具体来看 Sohan防不同位置球员的效果大相进庭 他本赛季有42.7%的时间防后卫 共有1913.9个防守战友回合 即partial pause 能将对手的命中率限制在43.5% 三分命中率限制在33.6% 这个表现非常出色 他也有48.3%的时间在防前锋 合计2123.1个partial pause内 能将对手命中率限制在51.4% 三分命中率限制在了36.2% 这个表现就比较一般了 剩余9.0%的防守纯中锋的时间内 对方的命中率则能达到59.2% 这显然是不合格的表现 因此 Sohan是一个防守后卫和轻体量 侧翼球员能力极强 但防足尺寸球员 尤其是中锋 能力有些惨不忍睹的防守人 斑马则不一样 他防后卫的表现并不比Sohan好多少 防后卫三分还不如Sohan 但防前锋和中锋 他的效果非常好 尤其是防中锋 他能将对面中锋的命中率 限制在52.1% 因此 玩伴Yama和Sohan的组合 理论上说可以做到所有位置全覆盖 值得一提的是 上周NBA官方公布最新一期的新秀榜时 人们对玩伴Yama继续蝉榜首毫不意外 但Club's Point同时统计出了一项惊人的数据 近15场比赛 当玩伴Yama在场时 马则的防守效率居然是高居联盟第一 当然 斑马下场后 马则的防守效率立刻落到了联盟第25 这也正是综合来看 马则防守效率只能排在联盟中游的原因 一支战绩吸取垫底的球队 居然能在某些特定条件下 打出联盟第一的防守质量 这当然是斑马恐怖实力的体现 但身为马则外线头号领防人的Sohan 同样功不可没 事实上 有玩伴Yama作为基本盘 Sohan做外线防守核心 马则的防守不需要过分的担心 他们之所以战绩惨淡 一方面是半打半演 争取高牵位 另一方面则是进攻端惨不忍睹 长军得分联盟倒数第八 进攻效率倒数第四 命中率倒数第五 三分命中率倒数第一 罚球出手术倒数第二 这就是本赛季马刺交出的进攻端表现 没法高效的 有章法的把球送进篮筐 这就是包括斑马 Facell Sohan KJ在内的所有马刺核心 需要解决的事 因此 以Sohan为首 提升投射能力 刻不容缓 这就是Sohan 什么都能干一点 但什么都不是精英级 最拿得出手的防守 也有一定的缺陷 显然 他注定无法成为 领军带队夺冠的打当家 但只要发展顺利 成为马刺的老三 或者是老四 辅佐弯班压马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无论是外线防守还是球伤 他的水准都算不错 此外 值得一提的还有组织 虽然打空位效果惨淡 但不可否认 在那一段空位生涯的锤炼之下 Sohan的持球能力 视野 传球 都有一定的提升 其实他的问题是 缺少行进间持球处理球的能力 也就是控运能力 但他的脑子却不算太慢 这就决定了 如果只作为一个二船侧应手 或者在无控阵容中 承担一部分组织任务 他还是大有可为的 如果能练出三分 他或许能成为 完备亚马身边最强的内线搭档 甚至在未来的三到五年 他们二人也有机会成为 联盟最优秀的防守二人组之一 而且他还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心态好 他不属于那种 需要教练团队或其他队友哄开心了 才会好好打球的球员 相反的 他素来是越挫越勇 很多时刻带有一些 满不在乎的匪气 这一点可以看之前的影片中提到的 他和怒气冲冲的pop 击掌的细节 这就会让马次球迷想起一位故人 如果这位故人 或者他的那位后场搭档 今年夏天能来到圣安东尼奥 或许下赛季的马次就能朝季后赛发起撑击了